所以我就辗转地托朋友 找到了萧总 让萧总帮我约了你 都是厂量人 我有话就直说了 你说 你说 您先喝茶 好 我是苏铭城的妹妹 找您来呢 是想给她做个合适了 如果明总是为了这事 那就灭她 周经理 那您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既然明总这么直接 那 我也不遮掌妍妍了 小苏呢 你哥哥 他翅膀已经长硬了 已经不把我这个 带他出道的大姐啊 放到严厉了 至于我们之间的矛盾 那都是过去式了 现在他已经不在我那儿做了 我们俩要是紧水不放河水 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 但是据我所知 苏铭城还是被您欺负走的嘛 按理说这事我直接找萧总呢 也能掰扯清楚 但我想着 解铃还去细铃人 你说是吧 我把你哥哥赶走 肯定是有原因的 既然你今天想掰扯这事 那我也不躲闪了 你说吧 你想怎么样 丑青铃 你真别太紧张了 我们干销售的吧 虽说成天跟三脚九流打交道 身上是有点江湖气 但我们不会强迫别人做事的 再者说 苏铭城是个什么狗东西 我比您更清楚 我不会勉强您做上的 既然你也这样说了 我没什么可说的 各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